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底 中年女人想和你发展关系 大多会给你三种特权 别不懂 一 对你敞开心扉 主动和你分享情感经历 中年女人 身心成熟 非常理智 她们对男人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知道男人对女人最在意的是什么 在她们看来 男人都很介意女人的过往 担心会娶到感情不忠诚的女人 于是她们和你在一起时 会主动对你敞开心扉 和你分享她的情感经历 把过往的一切都告诉你 这种女人 对你毫无保留 对感情特别真挚 会打消你心里所有的顾虑 因此 她们会把过去的恋爱情况告诉你 以及和前男友是如何分手的细节 也让你知道 甚至 她们曾经有没有同居过 也会一并向你倾诉 避免将来对你造成伤害 如果你能接受 她们就进一步交往 否则 你非常介意 她们也不会勉强 非常坦诚 一个中年女人 能够毫无顾忌地把过往的情感经历告诉你 说明她是真的爱你入骨了 只要你真心疼惜她 相信她会抛开一切顾虑和你在一起 二 让你走入她的生活 说明完全艰难你了 中年女人 一旦认定了你 就不会轻易改变 会坚定地和你在一起 因此 她会主动让你走入她的生活 接纳你的一切 把你当成最重要的男人 在她心里 你就是未来的另一半 她早就做好准备 和你恋爱结婚了 她对你特别信任 随时都会接受你的关心与陪伴 甚至主动邀请你去家里做客 以便于迅速拉近关系 而且 每当她有困难的时候 总会第一个想起你 让你过来帮她排忧解难 这样的中年女人 已经把你当成了依靠 认为你是值得托付的男人 会更加坚定地爱你 再者 在生活中 当她知道你遇到困难后 同样会积极帮助你 从来不会有一丝顾虑 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感情里 想和你相依相守 她会主动给你经济上的帮助 也会给你精神上的支持 把两个人的生活完全融入在一起 可见 中年女人真心爱你 她早已把自己的幸福和你紧密联系在一起 任何时候都不会分开 她让你走入她的生活 无条件地帮助你 习惯了彼此的依偎 这就是真爱的表现 男人遇到这种中年女人 一定要珍惜 只要你不辜负她的痴情 她必定会陪你走入未来 对你不离不弃 三 允许你靠近 不排斥亲密的行为 中年女人一旦动了真情 她就不会太矜持 而是非常大胆而直接 时刻想和你发展亲密的关系 因此 每当和你在一起 她都会有意给你机会和特权 允许你靠近她 而且 她从来不排斥亲密的行为 即便你做出过分的举动 她也不会生气 这样的中年女人 已经把你当成了另一半 她不会拒绝打情骂俏的行为 反而时刻渴望亲近 对你的爱十分真挚 比如 她会有意和你牵手 也会主动让你拥抱 甚至你提出接吻的要求 她也不会拒绝 一个中年女人 能够主动放下矜持和顾虑 允许你和她发生亲密的接触 这就是暗示想和你尽快发展关系 男人遇到这种女人 只要大胆出击 果断表白 她一定会欣然接受 情感寄予 总结来说 中年女人想和你发展关系 大多会给你这三种特权 对你敞开心扉 主动和你分享情感经历 让你走入她的生活 说明完全接纳你了 允许你靠近 不排斥轻易的行为 其实 中年女人表达爱的方式 非常直接 男人稍微观察 就能看出来 当她有意给你特权 让你顺利接近她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 已经爱你入心了 渴望和你相依相守 而且 中年女人动了真情 她会表现得特别温柔和深情 任何时候 对你的态度都很炽热 面对这样的女人 男人稍微主动一点 就能快速和她建立亲密的关系 往后余生 彼此交付真心 一起携手 肯定会走入美好的未来 收获稳稳的幸福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